算命是 半夜,徐半仙家传来急速的敲门声 徐半仙打开门一看 是一个女人,还抱着一个两三岁大的孩子 那个孩子伤目紧闭,面色蒼白,似乎病得很重 那个女人很心急地说 大师,求你救救我的儿子了 徐半仙望着那个女人,拎了拎头,说 你回去吧,我已经甘盘洗手,不会再帮人算命了 说完,她就要关门,那个女人不肯地拦住她 她保住那个孩子,跪了下来,喊着口地说 我儿子三天前得了乖病,一睡不醒 气息一日若过一日,我已经带她看了很多大夫了 都说不知得了什么病,无能为力 现在,只有大师你才可以救她的命 我求求大师你救救我的儿子了 一边哭,就一边向徐半仙叩头 哭得很凄惨 大师,个个都说你是生神仙 你肯定救到我的儿子了 你平日救人无数,是个好人 你就发善心,救一下他了 徐半仙叩头,听得很深喊 长叹了一声,就说 唉,天仪,天仪 算了,我就帮她挂上一屋,看看她的命数如何 救不救她,就要看她自己的做法了 那女人起了身,猛地多谢徐半仙 徐半仙将那女人带了入屋,点上了蠟燭 那女人以前从来都没见过徐半仙的 这时,透过灼光看清了徐半仙的掌相之后 马上吓了一跳 只见徐半仙盲了一只眼 眼里面是个黑妈妈的咕咚 面上全部都生了疮,好丑怪啊 徐半仙看到那女人的神情 苦笑着说 没有吓死你啊 我一世人救了太多人 也都泄楼了太多天气了 遭受到暴怨 徐半仙长叹了一声,不再说话了 从盒子里拿出了三枚铜钱 问了个孩子的生神八指 面向西南起了一挂 将铜钱反复抛起了六指 抛完之后 徐半仙望着显现出的瓜匠 很久都没出声了 那女人很心急地问他 大师,瓜匠怎么说的? 我个儿子他没事吧? 三日之内,你个儿子必死无疑 一句话说到那个女人 站都站不稳 差点跌了落地 华尚显示 你个儿子两日后 神仕将有一劫 此为死劫,避无可避 那女人立刻哭到泪流满面 说 大师,你一定要救下我儿子 我不可以没了他 我父亲已死 如今我和儿子上以为命 若那个儿子死了 我不想做人了 随半仙看见着他 她的命是这样 天命如此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那女人抱着自己的袖子 跪在地上 一不成声 依旧不断地哀求 天道无情 命数如此 忠心又不舍 又能奈何 你走啦 那女人 怎样都不肯走 还硬地对着随半仙叩头 叩到棒棒声响 叩到血流满面 说 我儿子有什么三长两点 我都不想做人了 随半仙看得很深厚 把那女人扶了起身 想了一会儿 说 为了你的儿子 真是写得没名 那女人斩钉截铁地说 只要我的儿子救得回 要我怎么都可以 我虽不能逆电 脚我改名 两日之后 神事之前 你只需要 喝了死有你的儿子 生神八折的符水 就可以和你的儿子的命数 互相转换一炷香的时间 到时 劫数就会映在你的身上 死的人 就是你了 而你的儿子 就可以救得回 你愿不愿意 那女人就回答他 我愿意 她看着自己的儿子 眼里流露出无限的哀意 和眷暖 只要你能够平平安安地回来 娘就是死了 也心甘情愿 只是以后 你没有了娘 在人家家里 要听话 那女人的眼泪 滴到到她的儿子的面上 那女人 轻轻地替她抹去 此情此劲 令到徐半仙十分之动用 把那女人送走之后 徐半仙在房中 来回度报 深水难病 她知道 自己的劫数 终于来了 两日后的臣氏 不单止是个儿子的劫 也都是自己的劫 三日前 她的眼皮一直跳 为自己 颇了一挂 挂帐显示 自己将有劫难 于是就闭门不出 没想到 那劫难 仍是尹上满里 徐半仙走出房门 抬头望天 天上面 掛着一轮浩月 月色如水 灑落在徐半仙的身上 却让她感到震震亮意 天道无情 寒如冰霜 自己也得只能够 以这个腐柳之身 化为圣火 以戀他人 两日后 那女人 带着气药游丝的孩子 来到徐半仙的家门 怎样敲的门都不开 眼见时辰已到 那女人心急如焚 不断地撞门 撞了很久 才把门撞开 但入屋一看 就在那里了 只见徐半仙已经倒地身亡 桌上还放着瓷碗 碗里面 还有残余的扶水 而这个时候 自己的儿子也慢慢醒了过来 此时 神是已过 那女人 即刻明白了一切 对着徐半仙的尸体大声哭 之后 她还将徐半仙好好地安葬了 带着自己的儿子 在她的份前 恭恭敬敬地 扣了三个响头 我会想到她的尸体 我会想到她的尸体 在她的尸体里面 我会想到她的尸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